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美联储12月以来,暗示可能放缓升息力多加值之下 美国道琼斯指数中场大涨700余点 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近500点 带动台积电每股ADR中场涨幅达4.6% 也拉高台积电台股12月开头的表现 美国美联储主席Jaron Paul 11月底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 就财政和货币政策演讲时表示 随着利率接近足以压低通膨的限制性水准 缓和升息为合理举动 最快可能12月开会讨论放缓升息脚步 虽然暗示放缓升息 但美联储主席也警告 美联储结束抗通膨前 可能会长期维持限制性政策 尽管有进展 但恢复价格稳定还有长路要走 即便如此 美联储主席的说法仍激励美股大涨 同步拉高台积电ADR涨势 同时带动台股股价也有涨势 台积电台股12月开局 即涨幅超过3% 重新占回500元以上 公司市值也回到13兆元以上 12月上旬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晶片 FAB21厂一季典礼 美国总统也前来捧场参加 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董事长刘德因 总裁魏哲嘉等高层会面 同时根据彭博社报道 白宫官员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在参加台积电 亚利桑那晶片厂 机台移机典礼时 庆祝赤资120亿美元兴建的 先进制程晶片厂 并背书他自己半导体制造 重返美国政策的胜利 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说法 拜登前往亚利桑那州 台积电晶片厂期间 讨论如何重建美国供应链计划 以及如何在亚利桑那州 及全国创造就业机会 此前最为摇摆州的亚利桑那州 现为最支持拜登的州 以2020年总统大选时 亚利桑那州胜选帮助拜登入主白宫 前不久美国期中选举 拜登所属的民主党 也赢得该州州长与参议院议员席次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晶片厂的首部 基台遗迹典礼 对台积电是重要里程碑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董事长刘德因及总裁魏哲嘉 自然是全数出席 亚利桑那州晶片厂 2020年宣布兴建 2024年量产 第一阶段每月生产2万片 5奈米制程晶片 虽然产能不大 且叫台积电最先进300米制程 落后一时代 却是美国总统努力让半导体制程 重返美国的转折点 之前消息 苹果准备下单亚利桑那州晶片厂 市场预料对象就是台积电 而且最新说法是 该厂将直接跳过5奈米 进入4奈米制程工艺 且量产时程提前至2023年 大流行期间晶片短缺 暴露全球对台湾及亚洲原产地晶片 过度依赖 使美国持续寻找方式降低依赖程度 鼓励半导体制造重返美国计划后 8月通过科学与晶片法案立法 提供500亿美元补助美国投资设立 据点的相关企业 台积电有望获得数十亿美元补助 除了台积电 在亚利桑那州新建晶片厂 韩国三星与美国英特尔 也相继宣布在美国新建晶片厂 即便如此 台湾官员与台积电高层仍坚称 最先进技术跟流台湾 可能成为美国获得最先进半导体制成技术的潜在阻碍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证实 台积电有规划三奈米制成技术之后 也会登陆美国 亚利桑那州晶片厂第二期将生产三奈米制成 只是尚未做最后决定 今年第三季度 台积电营收202.3亿美元 报告期内 台积电5奈米的出货量占总晶圆收入的28% 7奈米的出货量占26% 7奈米及更先进制成占晶圆总收入的54% 可以看见5奈米以下的先进制成 已经成为台积电最重要的现金流 而台积电的下一代先进工艺中 三奈米今年已开始量产 明年放量生产 此外 台积电三奈米制成节点的升级版N3E节点 也宣称将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实现商用化生产 而正在推进三奈米制成工艺 以可观量品率量产的台积电 也在推进更先进的两奈米及一奈米制成工艺 接下来到2025年时在其位于新竹的宝山厂 量产2奈米晶片也备受期待将提供多个版本 而相较于其3奈米晶片 预计台积电的2奈米晶片处理速度 渴望提高10%至15% 同时功耗也渴望降低25%至30% 随后就将是1奈米制成工艺 尽管在往后的1奈米工艺一直没有明确计划 不过工厂的事差不多定下了 他们年底以来一直在谋划工厂的建设事宜 以便未来可按计划量产 台湾经济日报消息 台湾新竹科学园区负责人12月上旬明确表示 台积电未来1奈米厂将落脚除克龙潭园区 龙科三期扩建计划的先导计划 已于11月中旬上报 进度正常 这也印证了此前台积电的1奈米制成工艺工厂 落脚桃源龙潭的消息 台积电的1奈米工厂最终确定计划建载 由新竹科学园区运营的龙潭科学园区 靠近桃源市 新竹科学园区有关负责人 在介绍产品及说明营运状况时表示 对于台积电2奈米及1奈米厂 推动进度回应称一切正常 台积电目前在龙潭科学园区 有两座封装和测试工厂 是他们建设1奈米制成工艺工厂的理想之地 同台积电当前在运营的晶圆厂一样 1奈米制成工艺的工厂 在建成之后也将带来大量的高薪岗位 预计会有数千个 但建厂的投资也将相当高昂 台积电3奈米工厂的建设资金 大约是200亿美元 1奈米工艺的投资计划高达320亿美元 成本要比前面的工艺高多了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下一代EUV曝光机台 目前艾斯摩尔的EUV曝光机可以满足3奈米工艺的需要 2奈米之后的工艺就要上高数值孔径 HighNA技术的EUV曝光机了 型号是NXC5200 价格直线飞升 从目前的1.5亿美元大幅上涨到4亿美元以上 对于台积电的1奈米制程工艺 外媒市预计会在2027年至2028年间的某一时间点量产 也就是在2奈米制程工艺量产后2至3年 就开始利用这一制程工艺 为相关的客户代工晶圆 至于具体的技术细节 那更是无从谈起 不过台积电在2奈米之后就会使用GAA电晶体技术 1奈米也不会例外 在今年夏天台积电曾公布过 其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国立台湾大学NTU合作的结果 在MIT 台湾大学和台积电共同发表的研究论文中 描述了由金属诱导导导电间隙而引发的制造挑战 以及单层技术如何受到这些金属诱导间隙的影响 此外 文中并建议采用后 过渡金属壁和半导体单层过渡金属二流化物 以缩减间隙的尺寸 从而生产出比以往更小尺寸的2D电晶体 无论如何 目前台积电确定的只是前期的选址 后面还有一大堆流程要走 即便一切顺利 如今先进的晶片厂建设周期至少三年 再加上两奈米工艺是2025年量产 一奈米工艺量产至少要几年之后了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